小心 你还挺能等我 靠 妈妈 妈妈 真的要走 北京机会试度 可小宝上学的问题怎么解决啊 还不知道 还是留下吧 我需要工作 我拼用你 谢谢 我不能接受 就真的没有商量余地了 美妞 美妞 我们要走了 小宝 拿着你的小箱子 给妈妈大箱子 我拎得到 快快快 这孩子 净逞强 还要照顾我 来吧 妈妈先拿上去 然后你再拿大箱子 好吗 你俩再帮你坐一个 我来吧 我来吧 等会儿 等会儿 你这箱子我得再收个人钱啊 为啥 这箱子个儿太大了 不是 你这车上有标识规定 箱子尺寸吗 你这谁乱收费啊 我会投诉你的 哥 哥们 我这车确实没有标识 我也说不过去 算了 算了 大伙 我再问问 这孩子怎么收费啊 孩子 跟大人一样 一般啊 这就不对了 儿童应该半价 不是 他一样坐一个座 他凭啥半价啊 要不这么点让他抱着 行行行 你坐过飞机没有啊 你见过飞机像 允许大人抱着孩子的吗 除了婴儿以外 全都得占一个座 但是儿童还是半价 哥们 我开的是车 不是飞机啊 那你俩按规定收费啊 走不倒不进啊 快点吧 走走走 马上走 这么点 哥们 今儿算我倒霉 行吗 孩子半价 赶紧上车 别耽误我时间 好吗 好 等等 又咋了 你把票给我看看 啥票 车票啊 我看符不符合 国家统一的报销标准 我们按座卖钱 没票 没票 没票怎么上税啊 不是 你管那么多干啥呀 感情你这是黑车呀 你小子 是不是成心找啥打架呀 师父 师父 您别生气 别生气 别着急 慢慢说 不是我生气 是你爷们儿成心找茬打架 不是 他 他不是我 不是什么呀 大爷不伺候你了 让你爸带你坐飞机去 走 你家都有病 石圈佑 你想干什么 你成心倒什么乱 这孩子本来就不想去 这么耽误下去 下辆车到北京天都黑了 处的地方都不好找 对不起啊 我是怕 这坐黑车不安全 村里去北京都是这种车 你当年上大学不也一样 你怎么不要票 没想到 你这人还挺好玩的 我怎么好玩呢 我考你个问题 世界上最遥远的天是哪天 最遥远的天 想不出来 明天哪 你这都不知道 我还以为你挺厉害的呢 为什么是明天啊 都走到一起了 你说 圆不圆 好